香港日记第五章 帝国的落日余晖 1997年3月28日至4月3日 作者彭定康 播讲 夏秋年 3月28日星期五至31日星期一 我们在坟岭度过了愉快的复活节周末 包括在上水一间嘈杂的大餐厅里吃午餐 接着到当地市场购物 一位老太太从她的摊位上拿了些蔬菜给我们 其中包含一朵莲花 她拒绝向我们收钱 一些在旁的围观者认为这很不明智 就收下钱吧 其中一位说道 反正她只会在这里再待三个月而已 4月1日星期二 我们的朋友科德林顿斯夫妇前来欣赏完七人橄榄球赛后 今天他们与杰斯一同返回英国了 陈方安生向我报告他在北京开会的情况 他说 鲁平对于居留权问题态度坚决 不接受我们提出的白纸条例草案 他决定让临时立法会有所作为 而董建华只是在旁顺水推舟 我们都能感受到 董建华认为自己有义务在所有的事情上征求鲁平的同意 在北京他向鲁平提出了住房和教育政策以及福利津贴率的问题 这就是所谓的高度自治体制吗 我们一直在整理各项文件 不是寄回伦敦就是直接销毁 我们发现一份相当有趣的文件 对某人而言可称得上是罪证确凿 这份文件包含了香港和英国之间的电报 时间点大约是双方针对立法局直选议员的席位协商之时 其中我们不难发现克力达露出的瓦角 当时主要的目标似乎不是了解香港人的愿望 而是去了解北京可能在台面下接受什么安排 由于这类阴谋是许多香港人都认为会发生的事 再加上一些记者和时事评论员都声称这是真的 我想这也不是什么惊人的内幕 但我心底一直希望这一切都不是真的 要发现克力达露出的马脚并不难 但即使到了我这个年纪 还是会觉得震惊不已 4月2日星期三 我们收到一封来自伦敦的电报 内容是关于年度的日内瓦人权决议 事实证明 现在很难找到一个欧盟成员国来提交这项决议 因为在德国和意大利的默许下 法国正对决议事项提出反对 卑躬屈膝地试图讨好中国 有一份提交给部长们的草案中建议 不应该由英国来主导这件事 对此我们表示强烈的反对 并指出如果我们不参与此事 我们对于香港回归后的担忧及严重声明 会显得相当不可思议 无庸置疑 现在中国人可以清楚看到 他们正在将其他国家提出这项关键的决议案 他们正好整以侠地旁观这一切 看着各国对他们藐视人权的态度放水 4月3日星期四 杰弗·李豪来到香港为大东电报局办事 试图找到香港电讯的发展策略 因为香港电讯是他们主要的利润来源 大卫·杨恩勋爵 无疑在大东电报局留下烂摊子 大东电报局被逼的 必须将极大比例的股份卖给中国人 杰弗·李豪和我聊起香港 我表示 偶尔与中国企争执 显然已经让香港人感到十分焦躁不安 至于有人说 因为我的政策 香港在未来的自由和民主程度会大幅降低 这是无法证实的说法 但我认为这并不具有说服力 为了达到平稳的主权移交 我必须做到董建华现在正在做的事 这代表着 在1997年前的英国统治期间 香港的自由和民主程度都将降低 这势必引发当地和国际的批评 并引起香港的抗议 而这些英国所认可的措施 将满足中国政治控制的欲望 我说 我认为 未来人们会将注意力集中于 英国是如何在1984至1992年间 让中英联合声明变成一张废纸 特别是 英国是否早在1987年那场 号称公平与开放的协商之前 就以先针对直接选举的议题 私下向中国做出承诺 杰弗·李豪听完 咕弄了几声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